今夜 便是本王涅槃重生 堂堂正正做回昌王之日 实在 我忍入腹中 步步为营 在荣归楼买凶 利用秦鸾的人帮我铲除 挡在大叶之路上的半角石 神不知 鬼不觉的 安插可用之人 愁谋至尽 他利用武器杀了严明 我听安队王说 你杀严明只是为了偷个东西 想借我之口 利用严明死因 掀起昌王在世的舆论 而后借昌王之事举兵 戈西南 逼长安 谋朝篡位 只是 没想到萧锦鱼 竟查出了私众铜钱 要是再容本王一些时日 家住前充分散入民间 当今朝廷 威信尽事 民心 便即可为我所用 除掉霍部主使刘悦 掀开他在前周筑钱之时 杀死前周禁走使卢传生 断了前周与朝廷的联系 还有巡查西南的兵部尚书 逢戒 谢陛下赏赐 竟然接了冷胚山病重的消息 又得以接管兵部尚书之位 身为兵部尚书 把握各方动向 悄无声息 便可推进军中计划 一切 本王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谁知那萧锦鱼身边冒出个女武座 查出冯介等人死亡的真相 被萧锦鱼顺藤摸瓜 一路查到前周 趁真正担忧的是 那位花钱买流域 卢传生和封建姓名的买主 兵 钱 萧锦 三者一场 皆获于西南一处 趁斗胆推测 这买家所图甚大 恐危急大唐西南安定 就该让他们永远消失在前周 他知道秦郎会派人截杀我们 就想坐收余力 但是 天为人缘 小锦鱼的出现 还得暂时逃过一劫 得知我活着进入前周 他便找借口 巡查西南 臣想去前周 还有一事 方尚书此前 巡查西南时的祭妖 又一卷遗失了 若真是不胜遗失也倒罢了 可若是有人存心 不想让朕看到这卷巡查记药 那是谁呢 他引圣上鸡蛋冷佩衫 借机请命来前周 为他的阴谋轨迹护航 李刺史手上伤口的形状和尺寸 和这些工具完全吻合 制作前范 果然是你 那个包装用的李章 杀小锦鱼又失手 竟然还栽在女武座手上 乱臣贼子 若非李章伤了脑子神志不清 我早该猜都是他 早些啊 我在西南早已做好万全准备 浪培山中单杀之毒已久 李章借前周军为掩护 正练军事 胡臣下胡钱花毒谋害将士 扰乱军心 召集借机夺营 再以昌王之名 收西南兵权 助我成就大业 眼下他不知西南失败 在他看来 一切都在他计划之内 免他炸死头身并非仓皇出逃 而是按他的计划 去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筹码 许如贵 他用苦肉计接走许如贵 更知道了我父亲遗书里的秘密 刚好捏住了秦鸾的命门 胁迫秦鸾 与他勾结成奸 朝王殿下 愿与你联手共诸报军 只是没想到这许如贵 竟是我自己亲手送给他的 王爷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师父 坏了 是安郡王和景义去了兵部 小锦鱼火热回来了 周瀚这个废话 真是成事不足 半事有余 过来 你现在马上去 把之前交代你的事都给我坐实了 想自立才以为开的那个房子 是真管用的 是啊 今儿不是张太一轮制吗 这屋中怎么没亮灯啊 刚才咱们过去的时候 好像还亮着呢吧 这门怎么没关炎呢 别是张太一年纪到了 出什么事吧 出什么事吧 张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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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屋里吗 张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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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人哪 是